今天的財經消費話題要來提醒大家 這詐騙真的越來越高明 越來越難測了 大家一定要特別小心 就連超馬好手陳彥博 他都遇到了這樣的詐騙 而且他說他只是email給人家看而已 他竟然就被破解了密碼 恐怕是遇到詐騙了 陳彥博就說呢 他疑似是收到詐騙集團邀約 他上節目 原本很開心還認真的準備 結果呢跟對方開會的時候 有分享畫面給別人看 就給了對方email 沒有想到自己粉絲團的帳號密碼 直接就被破解 當下還被刪除了他的管理權限 後來呢找了好朋友幫忙 才把這一些疑似詐騙集團的人 他們成為了管理者之後 一個一個刪掉 才救回了自己的帳號 等於說呢 對方是只看到email 就有辦法破解了密碼嗎 真的是令人聽了非常的恐怖 另外還有這個也要留意啊 也是網路上的詐騙手法 你可以看到這兩張的圖呢 這是有人求婚成功 就在社群媒體上面呢 這個自稱自己求婚成功之後 要網友來留言 祝福的話就可以換紅包 真的還假的呢 結果呢被破解了 原來這貼文的照片 根本就不是真的求婚成功 而是呢網路上的圖片 網路上的素材 照假的照片 那另外呢還說 這個得要先到不明的網站 來註冊才可以領紅包 甚至要儲值千元 才可以領到這紅包 所以要提醒大家 這是經過求證 這是假的 而且是詐騙的手法 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 不要相信了 好出國玩也要留意一些 make up 我們來看看不管是大家很愛去的韓國 還是日本 有人呢去了之後 就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這麼做 我們來看到呢 這個是有部落客分享 他說去韓國玩必留遺物 什麼意思呢 你吃東西買東西 花了錢 可能刷信用卡 一定要拿收據 為什麼 他依照他的經驗 他說有的店家 這個結帳的時候 是不看螢幕的 那給店員信用卡之後 大多是對方幫忙簽名 甚至直接還給你跟收據 那如果你沒拿收據的話 恐怕是不知道被刷多少錢 那很多人有發現 在韓國這邊 常常刷卡金額是錯的 那你回去要錢 或是要更正的話 沒收據真的麻煩 還有人到日本去 他說他自己獨旅 自己去旅遊 沒有想到在機場上廁所 因為小小的 就不把行李箱帶進去 沒想到就發現 有人亂翻他的行李 還好東西是沒有不見 有到警局備案 那大家也提醒他 這個行李是不要 離開視線的比較好 他當下還有問對方 你為什麼要開我的行李呢 對方竟然說 是要看看你帶了什麼東西之後 就逃跑了 那現在網友就有提醒大家 如果說是獨旅 你最好可以上這種殘障廁所 因為裡面空間比較大 把行李給帶進去吧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